许多人为这部来自1968年的电影 狂热的一刷二刷三刷四刷 你可以在现代的无数科幻电影中看到这部电影的影子 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局 电影和小说互相成就双双风神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曾经说过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 这就是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佳科幻片的2001太空漫游 辽阔的大地如画般安静地扑开 呼啸的风和间歇的鸟鸣凸显着大地的苍茫遥远 这是三百万年前的非洲戈壁滩 这个星星家族如今正艰难地生存着 没有其他手段劣势的他们只能与眼珠争抢食物 而一只豹子的到来似乎预示了有限的资源 与物竞天泽的自然法则之藏 捕猎为生的豹子闯进他们的生活 捉住了其中一只星星 幸存下来的星星目睹了这副景象 遭遇了强烈的冲击 而同类的驱逐让他们连水坑也不敢靠近 两个阵营的星星嘶吼着 摆动着身体各自对这片领土进行宣称 声势上处于下风的阵营离开了 胜秘者留下来 似乎在告诉我们文明到来前 这群黑猩猩的生存条件之恶劣 族群认同 阵营竞争 资源抢夺 这些东西自此留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日升月落 猩猩们一觉醒来后 竟然发现旁边竖了一块黑色石碑 它的颜色 它的高度 几何化的线条和形状都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显得特别怪异和匪夷所思 它们瞬间惊慌地围成一圈对着石碑跑向 石碑发出了某种讯号 大黑想要靠近又惧怕地躲开 看到石碑没有什么反应 大黑终于撞着胆上前摸了一下 而其他猩猩也都围了上去 然而猩猩们的脑袋在石碑旁边好像忽然就开了起 它们好奇地围在石碑旁边 似乎在聆听某种指引 当大黑再去寻找食物时 忽然若有所思地看着石碑上面日月灵灰 它顺手就拿起了一块骨头 并朝着地上打了起来 而这一打似乎瞬间让它明白了 工具的重要性 它不断地敲击着地面 很快这种工具就在族群里普及 工具极大的改善了猩猩们的生活 他们幸福地吃上了大块的肉 他们不再忍计挨饿了 就连最小的猩猩都被引导学习使用工具 而另外两个族群的首领还没明白形式 大黑要收回水坑 他们对着大黑咆哮 大黑抄起骨头就打倒了它 其他猩猩一拥而上 直接乱棍打死了对方首领 文明的黎明不仅照亮了荒芜的大地 也照亮了猩猩用骨头打死同伴时高卷的双手 老黑顺利抢到了水坑后 仰天咆哮着将骨头朝着天空打去 而骨头下坠时也进化成了一艘太空飞船 骨头与飞船都是工具 原来此时已经过去三百万年 此时是两千年的地球 蔚蓝色的星球外飞着无数飞船 可以看出来此时的科技已经相当发达了 弗洛伊德博士像日常出差那样进行月球旅行 他和远在地球上的女儿进行视频通话 通话完毕后显示出资费1.70美元 弗洛伊德博士这次是要转机前往月球的克莱维斯基地 传说那里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 过程中他碰到了几位俄罗斯人 而大家都在传克莱维斯发生的传染病 但弗洛伊德却对此事闭口不谈 很快在音乐声中 他们成功地在月球上登陆 原来这里根本没有传染病 一切都是为了掩盖 这是他们为发现的东西故意撒得慌 事不宜迟 博士很快就坐上飞船 前往了那个神秘东西的发现地 过程中同事给他解释说 这个东西有四百万年的寿命 它的周围还存在巨大的磁场 原来这也是一块黑石碑 跟几万年前让地球星星开窍的石碑一模一样 之所以编造传染病的谎言 是因为科学家们认为这块黑色石碑 是首个地外生命存在的证据 而这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变化 可能出于对未知智慧的恐惧 也可能出于人类的桀骜不虚 显然他们抵触这种变化 很快到了石碑处 活势顺手就抚摸了起来 还招呼大家一块合个眼 然而就在此时 耳边却传来了刺耳的声音 刺耳的声音使得他们不得不 五上耳朵四处逃窜 正如文明社会惧怕颠覆 象征启蒙与智慧的石碑厌恶 这种对未知事物的不尽 紧接着众人还看到石碑的顶部 似乎发射出信号 指向的是木星 这些奇怪的信号 被四部不同位置的太空观测器记录下来 地球分析是某种非物质形态的能量 为了调查清楚 18个月后 6名宇航员乘坐探索者1号 前往木星执行任务 巨大的船身缓缓掠过太空